师傅 怎么样 我们实验中总共才二十个月 这样吧 我们就打个队子 我们每年 排除十个科学家 到你实验中工作 由你负责 培训和指导 好 十个就是他 来 我请你一杯酒 谢谢 五个月后 中国科学院派出的 十名青年物理学家 就到达了德国汉堡 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 参与丁兆忠领导的 实验小组的工作 为中国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打下了基础 1972年 中日签署联合声明 邦交走向正常化 可是接下来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却因为各种原因 波折不断 1977年9月10日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 会见了兵业清吴率领的 中日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 再一次将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提上日程 关于地结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 现在该是我方政府下决心的时候了 条约之所以推迟到现在 还没有解决 是由于几年来 我方的怠惯 我们对此深表惬意 此分感谢 静谈 静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